高考成绩出来了 我资助四年的女孩发信息过来 考了349分 比去年还低了几十分 她跟我说 姐姐我不想再补习了 也不想上专科 我同学跟我说可以出国去读大学 但是读完需要十几万 姐姐我是真的想读书 姐姐你可以继续资助我吗 对面的朋友见我皱着眉头放下了手机 有些意外地看着我 怎么了 表情那么难看 我把手机递到她面前 让她看了信息 你从哪里找到这种牛鬼蛇神的 十几万 她也真好意思开口啊 她拿着手机 有些好奇地开口道 那你准备怎么办 告诉她 我打算停止资助她 现在需要考虑的 怎么跟她说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 对方的微信又过来了 姐姐 我是真的需要这个学习的机会 我也知道 我考的分数不高 但是姐姐 你也知道 我的家庭情况 希望姐姐能够助我完成学业梦想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 谢谢 看到这篇小作文 并没有改变我要停止资助的想法 甚至还让我觉得 我这四年的资助是个错误 压下心里的烦躁 我给对方发了条信息 林瑶 你好 很遗憾你今年的分数不理想 去年的时候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只有这一次机会 我对你的资助条件 是你是二本分数线 对于你提出的 出国读大学这个方案 我个人的经济情况 也不是那么好 所以爱莫能助 就目前你这个情况 我要终止对你的资助了 以后 你只能靠自己了 发完这条信息 我心里松了口气 闺蜜看我发的短信 感叹 你早该这样直接拒绝了 偏偏又拖了一年 对方显示一直在输入 但是没见有信息过来 我以为这件事已经解决了 在我家门口 看见林瑶和她母亲的时候 我确实有被震惊到 她母亲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林瑶则低着头玩着手机 看见我 连忙放下手机 跑到我跟前 玩着我的胳膊 姐姐 我终于见到你了 老早就想来见姐姐一面 但学校忙 没有机会 这丫头一直念叨着 要来见你一面 说是要感谢你这些年的帮助 林瑶母亲连忙帮忙开口道 我看了看堵在过道上的东西 淡淡的说了句 先进来再说吧 刚进门坐下没多久 林瑶母亲就说明了来意 我们知道 今年这丫头没有考好 不好意思来见你 但是你也知道 现在的女孩子 没有文凭是要吃亏的 她爸身体又不好 我一个人要养她和她弟 实在是拿不出那么多钱 来供她出国读书 现在只能厚着脸皮来找你了 我给他们两人倒了杯水 缓缓说道 现在的大学都是有门槛的 她那个成绩 就算是出国 也读不了什么好学校的 回来就业也同样困难 我都打听好了 15万就能读出来 而且回来后 还到就业 年薪20万以上 听到这里 我不免觉得好像 阿姨 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那人估计是在骗你 听到我这么说 林瑶母亲脸上的神情 马上就变了 虽然我没有文化 但是我也不是那么好后弄的人 姐姐 你还真别不信 这也是真的 我男 我一个男同学就打算去的 我们两个一起的话 还能打折 我摇了摇头 你们这么一说 就更不靠谱了 姐姐 是真的 我给你看短信吗 林瑶说着 就把手机给我看 手机的微信聊天 还停留在和猪头宝贝的 对话框里面 他看了我一眼 见我没有什么反应 连忙退出界面 查找出他说的那个中介 对方说得很好 学校是全球知名学校 各大洲的王牌学校随你挑 不论你分数 只要你缴费 就能让你通过面试 出国读大学 如果毕业后选择回国的话 他们还能保证 你能找到年薪20万的工作 要不是我已经参加工作两年了 我都想去了 我拼死拼活的上班 一个月工资都不到5000块 你们这个一看就是骗人的 现在出国读书 费用不会统一打包的 而且每个国家的费用差别很大 真有他们说的那么好 大家还参加高考干什么 都去留学回来 拿20万的年薪不好吗 那不是他们没有找着门路吗 这个可不是谁都有机会取的 云瑶母亲悄悄地凑到我跟前 刻意压低了音量 这个名额是国家指派下来的 也就是她有运气 才能拿到这个指标 我看了看旁边一脸甜蜜的 看着手机的林瑶 心里不免叹了口气 林瑶 那你这指标是怎么来的 林瑶听见我在叫她 连忙关掉了手机屏幕 开始跟我解释 这是我一男同学 托亲戚给我弄到的 她家亲戚是林成的大富豪 人脉很广 所以才能拿到这个 她那幸福的笑意 似乎是要焊在脸上 大富豪很有人脉 听见她这么说 我大概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阿姨 我跟你讲 你们大概是遇上了骗子 她是为了骗你们钱呢 不可能 怎么会是骗子 林瑶母亲摆了摆手 表示不信我说的 我只能转头改变目标 林瑶 我跟你说 你的那个男朋友 说的话不可信 听到我直白的跟她这么说 她有些没有反应过来 我不知道你跟她 谈了多久的恋爱 但目前来看 她说的这些绝对是假的 我觉得她是为了骗你钱 我建议你们最好还是报警 林瑶听见我说的话 两眼瞪大 似乎是听见了 什么不得了的言论 报警 报什么警 我看你就是不想出这个钱 说什么愿意资助 我看你当初就是为了出名 才资助我们的 现在林瑶找了个 有权有钱的男朋友 你就不乐意了 对啊 姐姐 你不能这样 难道就因为我接受了你的资助 我就没有谈恋爱的资格了 脸上没善然意气的表情 仿佛正在述说着我的无情 小川说了 等他们出国回来 就回村里面 给他递盖三层小别墅呢 怎么会是骗子 还要报警 你就是看不得别人比你好 还资助呢 早知道 就不要你资助 换别人的话 我们哪里还需要来热脸贴冷屁股了 早就打钱来准备出国了 林瑶妈妈叙叨叨的念着 见我脸色冷了下来 林瑶扯了扯他妈袖子 妈 别说了 有什么不能说的 当初就该让他资助你和你弟两个人 可他倒好 非要资助两家人 他要是直接资助你和你弟 我哪里还需要那么辛苦 不就是图个好名声吗 听到他这么说 我也不愿意再跟他们客气 便下了主客令 我这里没有钱资助他 你们想要去留学 就自己想办法 现在很晚了 我明天还要上班 你们请回吧 听见我这么说 林瑶脸色变得苍白 姐姐 这么晚了 我和我们二人生弟不熟 你就不能留我们一晚吗 出门楼下有的是酒店 不就是资助了点钱 有什么了不起 我还不信 我会睡大街 云瑶母亲一手拖着林瑶 一手拿着大包小包 走出了我家 出门时 还特意把门摔得震天响 他们母女成功 让我身上上班的怨气 消失殆尽 原来这个世界上 真的还有比上班更恶心的事 我以为他们母女 在我家门口堵我就已经是 最恶心的事情了 没想到 他们还能做出更恶心的事 他们找到我的上班的地方去了 云瑶母亲的原话是 像我这样言而无信的人 怎么能够待在体制内 为人民办事 给人民服务呢 这次来的人 除了他们母女 还有林瑶残疾的父亲 和娇弱的弟弟 他们一家人 就待在办事大厅 林瑶母亲 跑到每一个办事窗口前 说这件事情 说我当初答应 资助他们家林瑶上大学的 现在却言而无信 不守承诺 不愿意资助 他们好心好意给我送特产来 我看不上 还赶走他们母女 让他们母女睡大街 如果我不能资助林瑶上大学 当初就不应该占这个名额 让其他有钱的企业家来资助 现在他家林瑶就不会这么惨了 有了上大学的机会 却因为没钱 只能一辈子待在农村 他说的那么生泪俱下 巴不得让所有人都为他 留下一把心酸泪 我资助他四年 就因他想要出国 而我没有同意继续资助 没有让他们留宿在我家 我就成坏人了 他成功的 让我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 在单位里面小伙了一把 我待在办事窗口 总觉得其他工卫的人 看我的眼神特别不一样 但我上班的地方 又是在前台大厅 我还找不到理由 让保安不让他们进来 小刘 陈总开会回来了 让你去他办公室呢 在他们连续出现在 我上班的地方四天后 外出学习半个月的领导回来了 看样子 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提前回来了 小刘 来 坐 领导一见我 就笑眠眠地跟我打招呼 我不得不硬着头皮 跟他笑了笑 陈总 早 然后在他面前 有些忐忑地坐着 你这件事情 我也听说了 他不仅不慢地喝了口茶 慢慢地说道 你这里先说说是什么情况 林瑶是我读大三那年 开始资助的学生 每个月两千五 那年 我有了点钱 我就想着资助两个学生 也算做做好事 去年他没考上 我就终止了资助协议 但是他苦苦哀求 让我资助他复读一年 不然他妈妈要让他嫁人 给他弟弟挣彩礼钱 我同意让他复读一年 如果他能够上二本线的话 我就继续资助 但是如果上不了 资助就终止 嗯 你的情况 我也是知道的 你愿意做好事 是值得我们提倡的 但是 现在这一家人 天天去前台大厅闹 也不是个办法啊 陈总有些头疼地看着我 嗯 我知道 陈总 我会处理好的 我朝着陈总点了点头 他们这种人 不要想着拿钱解决 那就是无底洞 嗯 我知道 如果你有什么解决不了的 不要想着一个人扛 我们都是你坚强的后盾 他似乎思考了一下 你让人直接把他们带来我办公室 我来跟他们说 嗯 谢谢陈总 我朝他点了点头 要是没什么事情 我就回去了 他朝我摆了摆手 林姚母亲两眼挑衅地看着我 走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 林姚 我叫住了走在最后面的林姚 她听我突然叫住她 有些反应不过来 怎么 现在愿意开口跟我们说话了 林姚母亲见我沉默了这些天 以为我想通了 不就是资助了点钱 有什么好神气的 早知道你不过是拿着四五千工资的打工足 我们才不要你的资助 以为自己能给点资助就了不起了 我就这么闹你 让你丢进脸面 让你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 林姚母亲与其得意地 炫耀着她这几天的战果 林姚 这四年 你的学费 你每个月的两千五百的生活费 我都是按时给你打过去的 你当初说要好好学习回报我 就是这样回报的 我直直地看着林姚问道 我自问也没对你有过什么过分的要求 让你身心受损 你们这样来闹是不是太不仅意了 两千五百 林姚母亲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得了的消息 一巴掌拍在林姚的肩膀上 你这个死丫头 你不是说只有一千五百吗 那剩下的一千块哪里去了 林姚弟弟也连忙去拉着林姚问 姐 你是不是藏钱了 你把那钱拿出来 林姚被他们娘俩扯来扯去 抬起头来 吼了一声 那钱给小川了 说完 他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小川爸妈嫌弃我的出身 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断了小川的卡 我就把那钱给他了 但那应该是给我的钱啊 林姚弟弟那位说完的话 被林姚的眼神截断在半空中 瞧你那出息 等你姐跟小川出过留学回来 还在乎那点钱吗 林姚母亲乐呵呵的看着林姚 仿佛看见了一棵摇钱树 突然他目光一转 看向我 眼神里面满是嫌弃 要不是你插一脚 当年资助我们林姚的 就是大企业家 大老板了 哪里会像你一样 十五万都拿不出来 没钱 还学人装阔气 我有些被气笑了 当年不是我资助 你家林姚早就被你收彩礼 送出去嫁人了 你忘了吗 那 那还不是当时情况错书吗 再说了 现在是我们林姚自己有福气 找到小川 让你资助你也没钱 现在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没有理会林姚母亲的辩解 只是看了林姚一眼 但我没有从她的眼神里面 看出丝毫对我的感激 或者是歉意 很好 四年资助了一头白眼狼 陈总出来看见 我们都待在门口 就让我们进办公室坐着说 你们这个情况 我也是听说了 陈总笑眯眯的 看着面前的几人 你们现在又是一个 什么样的诉求啊 说完这话 他不仅不慢的喝口茶 领导 当年小刘承诺 要资助林姚 一直到大学毕业的 现在却因为林姚成绩不好 不愿意资助了 我们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才来找她的 难道说成绩不好 就不能读大学 不能享受资助吗 林姚母亲这一连串的反问 让陈总都有些没反应过来 我们也不是什么不讲理的人 就是想让你来评评理 像他这样言而无信的人 怎么能当选优秀员工呢 小刘确实是位非常优秀的员工 他的工作能力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陈总笑呵呵的 打断了林姚母亲的话 那小刘是你们的员工 他承诺要资助林姚读大学的费用 现在他拿不出那笔钱 领导你看看 你们单位是不是应该拿出什么经费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就算是见过大风大浪的陈总 我发誓 我看见他听完这句话 也愣了一下身 我也没料到林姚母亲会说出这番 足以让我惊掉下巴的话 小刘这个资助纯属个人行为 与单位无关 陈总不愧是领导 听完这话后 还能调整状态来回复 你们那么大一个单位 就没有些爱心的捐赠活动 林姚母亲不死心的继续问道 你们资助我们林姚 可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就没能有个先例 爱心捐赠那个要找红十字 陈总看了一眼面前的几人 不过你们这个找红十字也没用 那我不管 你们单位小刘说要资助的 现在他没钱 你们要想办法 林姚母亲听到这里 已经开始耍无赖了 小刘没钱 陈总好像听到一个笑话一样 笑脸盈盈地看着我 小刘 你没有跟他们说你的情况吗 我只是上班族 没错 但是在我读大三那年 我家里面赶上拆迁 赔了一笔钱 钱其实也不是很多 只要我努力工作 好好生活 争取活到250岁就能挣到了 我想着做点善事 就资助了两个学生 我没想过要他们 要感激我什么的 只想着万一帮助到 需要帮助的人了呢 但是我没想到 会出现林姚这样的情况 林姚和她母亲突然知道 我手里面有钱 那变脸的速度 真的是让我叹为观止 我看着面前林姚 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 说她年纪小不懂事 因为实在是太爱学习了 太想读书了 才会做出那些冒犯我的行为 她妈妈也不停地说 她也是爱你心切 才会有后面 对我不尊重的情况 林姚母亲 跑去我上班的各个窗口 说我的好话 还说希望其他人 对我多多关照 这角色转变之快 让所有人看她的眼神 仿佛看见神经病一样 但他们 就像他们之前一样 我醒我素 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死活 前面他们说我话话有多难听 现在对我的奉承就有多虚伪 短短几天的时间 我在这对母女身上建设 人要是不要连起来 真的是什么都有可能做到 林姚母亲和林姚 天天去我家门口蹲守 只差去我家 帮我把饭煮好 为我嘴里面了 林姚她父亲 还要一拳一拐地 帮我清理我过道上的灰尘 这林姚的弟弟林凯 天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 在门口等我 下班的时候在门口等我 美其名曰 要保护我 我看了看她的纤细娇弱 不能自理的手臂 心里不觉好笑 人家都说好羊毛 他们这是打算 按住我这一只羊蒿到底了 这资助还资助出一堆祖宗来 这也是没谁了 陈总爱看啪啪打脸的现场 但是这个烂摊子 最后还是我收拾的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林姚过来 听见我终于愿意跟她说话 林姚的脸上满是喜悦 什么事情 姐姐你说 关于资助你出国的事情 我语气不甚热情地说道 一听见是这件事情 他们一家马上围了过来 姐姐 你是愿意资助了吗 林姚两眼放光地看着我 是跟你们说一下情况 我顿了顿 我平时也不用什么钱 我的钱都是定期存款 现在把钱取出来也不划算 那利息损失太多了 说来说去 就是不愿意资助呗 那么多借口 林凯撇撇嘴 哼了哼 我并没有理会她的打断 这继续资助是要签订合同的 我这里需要和你签订 只资助你学习的费用 其他的与我无关 你要保证你能够顺利毕业 拿到正规院校的毕业证 嗯嗯 姐姐这个没有问题的 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 林姚立马点了点头 我刚刚也说了 这个钱 我现在取不出来 等半个月后 我的钱才能取出来 啊 是这样啊 林姚很是为难的看着我 姐姐 你就不能提前取出来吗 我们家为了给我低修房子 已经借了不少钱了 你把钱提前取出来吗 大不了我把那利息钱不及你 我看着面前这个笑颜如花的女孩 把利息钱不及我 真的是想得出来 这个是我最后的让步 我沉声道 这之后你们就不要联系我了 见我没留伤量的余地 林姚才嘟着嘴巴嗷一声 你们也不用继续在我家周围赚来赚去了 我看着他们一家四口 都沉浸在兴奋中 不得不重复到 半个月后拿着资助合同来找我签字拿钱 姐姐 你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全家都谢谢你 林姚走的时候 还特意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林姚母亲走的时候 还说我心地善良 我资助林姚四年 没等来一句我的好 现在他们却夸我心地善良 我心地善良吗 我现在是要尊重他人命运 当林姚一个人慌慌张张来找我的时候 我特意算了算时间 这才第十天 没有十五天 姐姐姐 怎么办 怎么办 林姚脸上的神情 写满的恐惧 双眼含泪地看着我 你这是怎么了 我扶了扶面前 有些站立不稳的人 但他似乎并没有听见我在说什么 只是重复地说着 怎么办 怎么办 我没有继续跟他说话 他冷静了片刻 继续说道 姐姐 我联系不上小川了 小川 我思考了会儿 你那个男朋友吗 你那个大富豪亲戚 有人卖 能帮你搞定指标的男友 我被这个信息吓到了 听到我这么说 林姚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嗯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了 林姚泪眼婆娑地看着我 那你打他电话 打他视频啊 我打了 他那里一直打不通 姐姐 你说 会不会他出了什么问题 林姚看样子是真爱惨了 这个叫小川的男孩子啊 你联系不上他多久了呀 两天了 我把钱赚给他后 就联系不上他了 你说他是不是出什么意外了呀 听到这个答案 我真的很好奇 真林姚的脑勾造 转钱 转什么钱 我好奇地问道 我们回家凑个钱 他那里一直在催 你那里的钱 还有几天 我就说服我妈爸 用我家房子去贷了款 先给了他 让他给我先办理出国的手续 林姚定了定神 才继续说道 现在我联系不上他 我担心他出了什么意外 那你去他家里面去看看吧 你们都联系那么久了 你该知道他家住哪里吧 林姚有些艰难的开了口 我跟他没有见过面 只知道他家住南山别墅那边 他家对他特别严格 你说 是不是他父母 依旧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收了他的手机 把他关了起来呀 看着林姚这六神无主的模样 我算是知道 什么叫做恋爱脑无脑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最好还是报警 万一 他真的出现了什么意外呢 我尝试用他的方式跟他沟通 你们现在是情侣 你两天都联系不到人 会担心很正常 正常人都会报警的呀 这男朋友不见了 女朋友都不带问的 那是什么女朋友啊 听我这么说 林姚有些犹豫 但是小川说 就算偶尔联系不上 也不要报警 他家很特殊 这样会暴露的 我看到他面前 我资助了四年的学生 很难相信 这就是我资助了四年的玩意儿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呀 既然有特殊关系 那报警了处理事情 还不就跟处理家事一样容易 万一出事了 那怎么办 听我这么一劝说 林姚终于同意去派出所报案 嗯 报人口失踪案 林姚父母和弟弟 赶来派出所的时候 林姚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 嘴里一直念叨着 不可能 不可能 我看过他的相片 还有视频 怎么可能 刚走到门口的林姚母亲 摇摇晃晃的进了门 嘴里说着 什么 什么情况 什么诈骗 有些站立不稳的走向民警 通过我们刚刚沟通了解的情况 没有人口失踪 你们只是碰上了 网上流行的杀猪盘诈骗了 民警言简意赖的 给林姚母亲解释了整件事 杀猪盘 什么杀猪盘 我还跟小川视频过 她家就是那种大别墅 怎么会是骗子 林姚母亲显然跟林姚一样 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看来这个叫小川的骗子 画大饼画得好 还不忘给丈母娘画一块呀 你们都没有下反诈app吗 这么明显的杀猪盘 居然都会信 还有亲戚是大富豪 还给她打十万块过去 真的是 那个民警叙叙叨叨的 跟林姚母亲说着 林姚母亲显然没有料到这个结果 跌坐在地上 是骗子 怎么会 她一直待坐在地上 不敢相信这个真相 整个房间只有林姚 抽抽答答的唾起声 林姚母亲突然看见面前的林姚 目光凶狠的从地上弹起 跑上前去扯她的头发 都是你 都是你害的 你不去搞什么网恋 认识什么小川大川 哪里会被骗 我今天不抽死你 她一手扯着林姚的头发 一手拍打着她的脑袋 那钱是用给你弟弟建的那房子 带出来的 被你就这么败出去了 现在拿什么去还 哎哎哎 这里是派出所 要教育回家教育 在这里不能动手啊 办案民警却扯开了林姚母亲的手 让她坐在一旁 警察同志 你们查一查她 她一定的那个诈骗犯是一伙的 林姚母亲突然用力拉着我的手 大声说道 警察有些无奈地看着我 这不是你姑娘的资助人吗 就是因为她同意资助 那个骗子才把钱骗走的 林姚母亲用力拖拽着我 朝着外面走去 你不是说你愿意资助吗 那现在被骗了 你要把这钱补上 走去取钱 林姚听见她母亲这么一说 仿佛看见了光 连忙跪在我的前面 姐姐姐姐 我求你 你把这钱不及我们吧 你知道我家赚钱有多不容易 现在被骗走那么多钱 我会被我妈打死的 求求你救我一命吧 林姚母亲用力地拉着我往外面走 林姚跪着抱着我的大腿 不让我行动 面前的民警 显然是被这名场面给震惊到了 你们这是做什么 这里是派出所 不是你们撒泼到地方 把手给我放开 两人在民警的呵斥下 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放手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被诈骗了 还要找人填窟窿的 你们那么厉害 为什么不加强一下 你们的防天意识 这个反诈案 天天都在叫你们下 那些防诈骗的知识 天天都在宣传 你们完全听不进去 只相信你们那个所谓的爱情 相信天上掉馅饼 爸民警又开始了他的思想教育 天上要是会有馅饼掉下来 谁还去费心费力工作 躺在那里就好了 林瑶 来这里签字 你这个事案经压大 我们这里受理了 也会抓紧去给你们查 但是你们也要做好这笔钱 拿不回来的心理准备 林瑶那止不住的泪水 这会儿又举滴了 听到这话 林瑶母亲的手 突然又朝着林瑶打去 你这是要死了 这么多钱 你要我们拿绳去还 林瑶那只沉默的弟弟 突然也朝林瑶冲过去 抓起他的头发 其他姐姐都知道 拿钱给弟弟花 你不但吃我的钱 还打家给拜光了 林瑶那残疾的老父亲 也努力奉献自己的微博之力 努力去够着打林瑶 整个场面混乱不堪 林瑶被他的家人用力打着 他突然用尽全力 从地上挣脱开来 来呀 打死我呀 如果不你们天天念着 要给弟弟修房 天天念着 要给弟弟挣彩礼费 我会想着出国吗 你们说说我把钱败出去的 你们跟他聊天 他说要给你们修房子时 你们不也很高兴吗 你们不也没发现 他是骗子吗 现在来说都是我的错 对呀 就是我的 来呀 打死我呀 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书也读不成了 活着有什么意思 还不如被你们打死 他说完这话 看见了站在一旁的我 推开面前的几人 又跪在我面前 姐姐 姐姐 你那么有钱 你帮我家把这钱还了吧 我去你家给你做饭 给你当保姆还账 我蹲下身 看着泪流满面的林瑶 没有丝毫的同情 我资助你四年 你们一家人从未有过感激 你们诋毁我 道德绑架我 你看 你们能拿出钱来的 各种死缠烂打 就是想不劳而获 想空手套白狼 现在被诈骗 还想让我去填上那笔钱 我现在跟你们重申一次 你们家的是 自己去解决 我跟你们非亲非故 不要再想从我这里拿走一毛钱 如果你们再去我家 我单位闹的话 我也会请人去村子里面宣传一下 你们被诈骗的经历 帮你们债主催一催债 面前的几人 听见我这么严肃的说完这段话 有些没反应过来 现在你们努力想办法还账吧 不然你们那房子可就白贱了 你那么跟他们一说 他们就不闹了 对面的闺蜜 满脸好奇地看着我 感觉不太像呢 我笑了笑 你感觉的不错啊 他们怎么可能因为我一句话 就放弃我这棵摇钱树啊 那你现在不是天天都被他们 馋得拖骨开身啊 你真准备帮他们还了十万块 我笑了笑 他们现在没有多余的精力来折腾我 他们正忙着打工还钱呢 林瑶为了以最快的方式拿到钱 没有找银行贷款 而是找了民间借贷公司 法律认可的最高的三分席的那种 他以为顶多也就几天 他是能够承担那个利息的 结果那钱被骗利滚利 他家人天天被催债公司催债 他们也跟催债公司的人提出过我有钱 但是我一没有担保 二跟他们没有学人关系 三跟他们没有债务纠纷 那钱怎么扯也跟我扯不上关系 而且他们去派出所报案的事 村里人也知道了 都知道他们是被骗了 现在各种催他们还钱 他们觉得我有钱 还是想到的绑架我 让我松口 以前好歹还有个资助的借口 现在这个路被堵死了 他们再想到的绑架 我就没那么容易了 而且还有催债的人天天逼着 这下他们全家人 都有努力上班的理由了 正在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的时候 林耀发信息给我 姐姐 小川联系我了 他不是骗子 他只是前段时间被控制了 现在他正忙着帮我们离家 办理出国手续 我发信息就是想跟你说 即使不依靠你 我们全家也能过上我们想过的日子 我退出信息 看见林耀发了一条朋友圈 美丽的东南亚 我来了 这次我给他点了个赞 然后删除拉黑 尊重他人命运 也是一种选择 全文晚安